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邀来歌神让学友跨道入境 两位超级好友一碰面就斗嘴 歌神共表示 真的要夸奖一下哈林 为我们孤独老人争面子 想生个女儿就生个女儿 还要生吗 让哈林再唐笑歪 与成庆与张学友是超级好友 为了MV合作 就是第一次虽然两人 曾在彼此的演唱会站台 为了MV合作 却是第一次 哈林这次化身孙悟空 跑到担任评审的张学友身旁热舞 还有某样的交起新歌舞步 见到哈林平缓紧张 歌神反而带领全场拍手大喊 别怕 没事 很好 哈林与成庆拍摄新歌后喜翻MV 邀来歌神张学友跨道 哈林也说 以前学友歌都说 我是个可怜的孤独老人 你不会是因为可怜 我才来帮我拍的吧 没想到歌神文言秒回 你现在很好 女儿才几个月 看到你很开心 我才感受到我孤独老 人的心情 陆盘认爱后首发声 重发退一步 心情会继续努力 男性陆盘日前 认爱20岁女性关小彤 掀起轩然大波 外界对于这段恋情 毁欲参半 公布恋情后 男女主角接神尹 直到昨日陆盘才终于又在危 博批欧文 告诉网军他会继续努力 陆盘认爱后首发声 陈益讯财报节目黑箱 纳英善思中国新歌声 大陆歌后 纳英担任音乐选秀节目 中国新歌声 原影 中国好声音 导师长达六年 日前同样担任导师的一子 陈益讯财在其他节目 自曝黑箱 指出听从导演建议 才按扭转身 真人秀的真实性备受质疑 纳英也回责 EVN 违反职业道德 没想到今天 十一日 纳英就透过工作室发声明 宣布闪死导师 令人错愕 声明写到随着 第二季新歌声比赛的落幕 六年二班全铁学员正式毕业 而我这个导师是时候要休息一下了 并强调一直以来 始终怀着微华语乐坛 挖掘心绪的热忱 经过六年越来越深刻意识 道音乐是公平的 但透过残酷的竞技赛制 或许是节目的至胜法宝 每次选择时 内心总是饱受煎熬 心力交瘁 因此决定求去 辞去导师纵然不舍 纳英也表示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咱们江湖再会 粉丝也 不舍留言内紧辛苦 好好些些 你在或不在 我们都在 尊重选择因为我们爱你 也有粉丝期待纳英 在辞去导师后 能尽快筹备全新个人巡演 纳英 陈奕迅 中国好声音金牌制作性丑闻 好莱坞丑陋前规则 近百年内停歇 有人或许以为好莱坞的前规则 Casting Touch 或肉体交易 造成历史 但这一周来的丑闻 却让人大开眼界 从挺身控诉这名制作人 温斯坦性骚扰的名单越来越长 显示这项由来已久的陋西如今 依然存在 第一个震撼好莱坞的丑闻 是1921年协星飞在阿巴克尔 Rosgood Fetty 阿巴克尔 参加 狂欢派对 强暴压死性感女性为琴尼亚 拉佩 Virginia 阿巴克尔经过三度审判 或判无罪 情圣男性艾洛弗林 Aero Flynn 和贝威力 爱德兰 Bewley Adeland 交往两年 刚开始爱德兰才15岁 弗林1942年被控强暴 未成年少女 也或判无罪 女星穷考林斯 Jone Collins 说他是进好莱坞打骗埃及艳后落选 是因为他不肯和片场老板上床 他说 我为该片两度视镜 最被看好 他把我带进办公室 对我说 你真的想要这角色 我回答 我真的想演 他说 那么你需要做的就是好好对我 穷考林斯说他无法办到 流着泪夺门而出 改变女主角最终为伊丽莎白泰勒 国名甜心秀兰邓波尔 Shirley Temple 在回忆录童星中指称 一向以冒险性的肉体交易恶名 招张的一位米高梅 MGM制片 1940年初次见他时 就拉开裤子拉链 向他显露兴气 当时他才12岁 性感巨星玛丽莲梦露 Mary Lynn Monroe 对色域熏心的片场老板 和制片更不陌生 他在回忆录我的故事中直言 你从他们眼中看到的好莱坞 就像人挤人的挤怨 是个旋转木马 围绕着为种马准备的床 绿野仙宗女星朱蒂加伦 Judy Galland 也是前规则受害者 为他作传的作者克拉基指出 他在16岁至20岁屡屡 被米高梅片唱高层 伸俭诸首或求欢 其中最恶名招张的是 米高梅电影公司创始人 之一路易 梅耶 克拉基写道 梅耶称赞加伦的歌声唱自内心 同时把他的手伸向他的左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